如果不是因为得罪李冰冰 彭于燕又怎会整整四年无戏可拍 就连江文站出来打抱不平都无济于事 两人恩怨还要从2018年的微博之夜说起 当年彭于燕凭借邪不压正 拿下了影帝奖项 风头正盛的她 在领完奖之后直接坐在了低牌 按理说平时艺人们参加活动 都有自己的固定座位 坐在哪里也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彭于燕当时坐的那个位置是李冰冰的 既然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 李冰冰也只能坐在彭于燕的座位 如果事情是这样发展的话 也就没有后续的矛盾了 可是一向高傲的李冰冰并没有那么坐 她明明是来参加活动的 可是座位被别人占了以后 李冰冰就全程冷漠脸 站在后台 其实李冰冰心里也是很气愤的 毕竟属于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 在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李冰冰团队第一时间 把这件事搬到了网上 李冰冰的想法是不需要动太大的干戈 只要彭于燕低头认错 给李冰冰道个歉就没事了 大家都是一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也没有必要针锋相对 但是彭于燕不仅没有道歉 还把事态越闹越大 彭于燕当时发布了一个声明 声明中表示主办方临时更改了座位 到达现场之后 才发现这是李冰冰的座位 虽然彭于燕最后还是道了歉 但网友们都看得出来 她的态度并不诚恳 而且也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了主办方 李冰冰心里自然过意不去了 和彭于燕相比 李冰冰出道的时间走 而且也是国际巨星 李英是彭于燕的前辈 她认为彭于燕没有尊重自己 这边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另外一边江文得知这件事后 就立马站出来为彭于燕撑腰 有作品在走平堂 没作品应该有什么意义 江文的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作品 就不要参加这种活动了 还有点李冰冰欺负小辈的意思 应该给年轻一代让位置 李冰冰看到江文的反应后 自然会更加生气了 江文敢这样说 是因为刚和彭于燕合作完一部电影 作为导演的她 因为占位置的事情 为自家的演员撑腰 也是很好理解的 李冰冰心里不高兴 吃亏的肯定是彭于燕了 毕竟李冰冰可是国际巨星 还多次拿下影后奖项 在圈里有着很高的地位 以及很强的影响力 就算彭于燕背后的大佬是红金宝 李冰冰也丝毫不在意 毕竟李冰冰曾经也经常在好莱坞拍电影 根本不把红金宝放在眼里 在这件事结束后 虽然李冰冰没有再继续表态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彭于燕的资源成断崖式下降 这就让人很好奇了 到底是彭于燕的运气不好 还是李冰冰故意搞的呢 这就不好说了 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拍了一个比较牛的广告吧 赚了特别多钱 一个广告当时我赚了26万 原来看似小透明的李冰冰 才是娱乐圈的顶级富婆 开3000万豪车住 7000万豪宅 一部戏片酬上亿 无戏可拍的李冰冰前 到底哪来的 早在还没有大学毕业时 李冰冰就靠拍广告 赚到了26万元 在成名之后 几乎就一直在剧组里拍戏 每部戏都能拿到不菲的片酬 早在几年之前 李冰冰的财富就高达十几亿 然而这个数字还不是最终数字 因为在近年来 李冰冰一直在做生意 他买了华裔的股票 以每股0.53元的价格 买了36万股 等到华裔股价上涨之后 李冰冰的身价也直接翻了一倍 都知道李冰冰在圈里有个好朋友 他就是人权 人权早在很多年前就不当演员了 反而是成为了一个商人 人权非常会做生意 每次有好的投资项目时 都会叫上好友李冰冰 这也让李冰冰的财富积攒得越来越多 2014他们一起创立了一家风投的公司 做的都是能躺赚的生意 只能说钱生钱 实在是太容易了 这么多年来 在任何活动和红毯上 我们都能看到李冰冰的身影 足以说明她已经是个隐形富婆 来看看她的生活有多土豪吧 李冰冰在银屏上 经常饰演酷萨类型的女主 在生活中的她 也是一样的潇洒 尤其是特别喜欢豪车 有钱人不是喜欢买房 就是喜欢买车 李冰冰也不例外 据说在李冰冰名下 停着一堆价值上千万的车 对于普通人而言 买一辆价值百万的车 就足以让朋友羡慕很久了 可李冰冰却有价值过千万的车 还不仅仅有一辆 据了解李冰冰有一辆帕加尼 价值高达三千万 还有一辆两千六百万的 布加迪威龙 普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喜欢买衣服 李冰冰心情不好就喜欢买车 买车对于她来说 就好像是买菜一样简单 她家保姆开的车都价值上百万了 而保姆开出去只是买菜而已 像她这种级别的女明星 平时很少自己开车出门 所以她家的豪车都落了灰 但是李冰冰也要放在那里开着 毕竟这些豪车可是财富的象征了 李冰冰和其他女明星一样 特别喜欢臭美 曾经有次参加活动时 李冰冰手上戴的戒指让人眼前一亮 颜色是绿色的 据说价值不菲 脖子上还系了个价值七位数的项链 每次参加活动 李冰冰穿的礼服也都能让人羡慕好一阵 其他女明星的礼服基本上都是租来的 李冰冰自己就有好几套高定 每一条礼服上面都镶着钻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钱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 李冰冰也有属于自己的豪宅 她的豪宅的装修就十分气派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住得起的地方 家里还放着各种各样的收藏品 都是李冰冰喜欢的东西 这套豪宅地理位置非常好 据说位于北京的商圈 叫做玉金台 这个小区和其他小区不同 越高的地方越贵 30楼以下的公寓叫千禧公寓 而30楼以上的就叫玉金台 李冰冰住的楼层被称为天堂之地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里的房价高达14万 总共算下来大概是6000万 国际巨星在有钱之后 肯定会去国外买房 李冰冰也是一样 在美国她还有一套900平米的豪宅 里面有花园和游泳池 不出门就可以过上梦想中的生活 李冰冰很有经商头脑 所以说她赚这么多钱 也都是靠自己能力得来的 直到看见李冰冰开出10万月薪 请不来保姆 才明白明星到底有多难伺候 据说李冰冰有重度洁癖 找个保姆都能花三年的时间 可还是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 李冰冰本身就是个富婆 为了能请到一个优秀的保姆 李冰冰愿意开10万的价格 只要保姆能让她满意就行 据说曾经有一个女性来面试 什么都做得挺好 连菜都洗了好几遍 但是李冰冰还是不满意 大概有50多个保姆 李冰冰一个都不满意 李冰冰对保姆有着超高的要求 首先是最基本的一点 女孩不能披散 必须盘成一个丸子头 否则在做家务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头发掉在地上 李冰冰还有个怪癖 那就是来家里做客的顾客 绝对不能坐在沙发上 只能在李冰冰特意安排的软垫上 否则李冰冰就会不高兴 因为许多人在外面的时候 衣服都会弄脏 来到家里后李冰冰也觉得 会把家里弄脏 所以特意弄了一个垫子 让顾客坐 在李冰冰的心中 手机是个最容易长细菌的东西 所以保姆的手机 也坚决不能放在家里的桌子上 想必光是这一点 就有很多人都做不到吧 都知道李冰冰和人权关系好 可就是这么好的关系 人权也很少去李冰冰家里做客 因为人权觉得太麻烦了 人权曾经说过 我刚进来的时候 手套和鞋套都已经准备好了 又不能坐下 他必须要把衬垫取下来 真是个麻烦事 李冰冰的重度洁癖 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曾经在参加向往的生活的时候 明明其他的嘉宾 已经把蔬菜都洗干净了 李冰冰还是觉得不干净 于是就戴上手套又洗了好几遍 很多看节目的观众 都无法接受李冰冰的洁癖 也不知道那些保姆是如何受得了的 不过李冰冰有钱啊 许多网友调侃道 如果一个月真的能开十万的工资 李冰冰的洁癖再严重都没关系